大家好 这种发财树在家里面养护 这个装饰性非常高 很多朋友买这种发财树回来 讲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出现涂涨 涨得非常凌乱 这种问题出现 如果说我们买这种发财树回来 不注意养护环境 不注意施肥的话 是非常容易出现涂涨 出现凌乱的问题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养护这种发财树 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光线充足的地方 一定不要放在门的角落 因为放到门的角落的话 光线不足 非常容易产生涂涨 我们最适合的位置 是放在客厅靠窗边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 它可以吸收到少部分的阳光 尤其是向南的阳台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养护环境过阴 产生涂涨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给它施肥的时候 大家切记使用一些淡元素高的肥料 我们应该使用一些零甲元素高的肥料 这样的话可以强壮发财树的主干 又不让发财树产生涂涨 所以大家要把握好给它施肥 如果大家想要发财树不涂涨 不凌乱 那么一定要把握好这两点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发财树出现涂涨的原因 该怎么解决 我们下一期再见